大家好,我是小宇航员维瓦,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 在前面的课程中,维瓦带小朋友们去领略了我们整个太阳系,包括太阳、八大行星及其卫星,还有各种小行星、卫星等天体。 哇哦,不知不觉,我们的宇宙课已经进入尾声了。 现在,小朋友们已经知道了,虽然我们的太阳系非常大非常大,但里面却真的有着太多的东西。 而且,如果一个不小心还会容易碰撞。 例如,1994年,苏梅克列为九号彗星,经过木星的时候,被木星强大的引力捕获,并被撕碎变成21块小碎片。 只21块小碎片相继撞向木星表面,在木星表面产生强烈的爆炸。 如果这颗彗星撞向地球的话,估计地球就要回到恐龙时代了。 当然,虽然木星受到了彗星的撞击,但由于其巨大的个头和气体的表面,对木星来说,其实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。 太阳系中无时无刻不再发生着有趣的事情,但是广袤的宇宙远比太阳系要精彩很多。 目前为止,我们人类也仅能到达太阳系的边缘,那就是1977年发射的旅行者二号。 在经过40多年的飞行后,现在已经飞出了太阳风的影响范围。 其实,太阳在宇宙中仅仅是一颗非常普通的恒星。 在广袤的宇宙空间中,还有着很多很多像太阳一样的恒星,甚至比太阳还要大得多的恒星。 而大约有2000亿颗恒星组成了一个恒星的集合,我们称之为星系。 而我们太阳所在的星系叫银河系,这也是我们的家园。 那么,在参观了太阳系后,威瓦是时候带着小朋友去外面的世界看看了。 咱们这就出发吧! 威瓦,威瓦,Rocky! 我们的太阳系在银河系的什么位置呢? 我们先来看看,我们的太阳系有多大。 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大约是1.5亿公里。 而太阳系小天体的边缘到太阳的距离是地球到太阳距离的50倍,也就是75亿公里。 这个距离,我们的旅行证号飞了将近40年,那么,离我们太阳最近的恒星有多远呢? 40万亿公里! 连宇宙中最快的光都要走4.2年。 小朋友们注意了,光年可不是时间单位,它是指光走一年的距离。 如此看起来,我们的太阳系真是小得可怜。 那银河系有多大呢? 银河系是一个像盘子一样的星系。 它的盘面直径超过10万光年,厚度也超过了2000光年。 这真是一个巨大的盘子呀! 在这个盘子中,分布着超过2000亿颗恒星,而通常每颗恒星之间的距离少则有几千亿公里,多则有几光年。 以人类目前的探测器,几乎不可能从一颗恒星到达另一颗恒星。 银河系这个大盘子一直在旋转,它旋转一周需要非常长的时间,2.2亿年。 在这么大一个旋转的盘子上,恒星并不是均匀分布的,而是呈现出不同的密度。 而密度大的地方称之为旋臂。 银河系有两条主要的旋臂,就像银河系的两条手臂一样。 除此之外,还有一些旋臂的碎片,而我们的太阳系就处在其中一条旋臂的碎片上。 这条旋臂称为猎户臂。 太阳系到银河系中心的距离大约是两万五千光年。 如果银河系中心是市区的话,那么我们的太阳系应该处于银河系的郊区了吧。 银河系的中心是什么? 为什么这么多恒星都会绕着它旋转呢? 在太阳系中,受太阳引力的影响,所有的行星都绕着太阳旋转。 那么,旋转的银河系是不是也是一样呢? 那当然是肯定的。 虽然银河系非常大,但是在银河系的中心,存在着一个质量超大的天体,那就是黑洞。 黑洞是这个宇宙中引力最强大的天体了。 在它的中心有一个起点,任何掉入黑洞的物体都会被黑洞吸引着掉入这个起点,而永远不可能逃离出去。 不仅如此,黑洞的引力是如此的强,以至于光都无法逃离它的引力影响。 所以,我们直接观察到的黑洞都是黑漆漆的一个,只能通过周围环绕的物体来判断。 银河系中心的这个黑洞质量是太阳质量的四百万倍,所以它的引力要远比太阳大得多。 这是因为,在银河系的中心,都有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的存在。 银河系中的两千亿颗恒星,才能乖乖地绕着旋转,而不会乱飞。 在银河系的外面有什么呢?宇宙到底有多大? 目前,人类只能屈居在小小的地球上。 我们发射的探测器,最远只能刚刚到达太阳系的边缘,但是,我们的视野却已经升向了宇宙的边缘。 两百多年前,人们已经通过各种望远镜能够看到遥远的恒星。 我们也已经知道了,这些恒星都位于我们的银河系内。 但是,随着观测的进一步深入,人们慢慢地发现,一些恒星和星云的距离,似乎比我们认为的要远得多。 银河系的禁灵,仙女星系,在星空中只是一个暗淡的光斑,一个模糊的斑点。 起初,人们认为它只是银河系中的一个星云,但是后来发现,这个星云却是由许许多多的恒星构成的,而且数量还极其庞大。 到了二十世纪,天文学家哈勃通过望远镜观测这个星云中的造复变星,成功计算出它的距离,超过七十万光年,远远超过了银河系的尺度。 至此,人们才知道,这根本不是什么星云,而是位于银河系外的另外一个星系。 如今,通过哈勃望远镜,我们看到了无数我们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宇宙奇观。 各种漩涡星系,拓缘星系,还有色彩斑斓,形态各异的星云,它们尽则离我们有几十万光年,远则离我们有几十亿到上百亿光年。 我们能够观测的宇宙也在不断地扩展,宇宙的浩瀚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。 虽然我们的视野在不断地向宇宙深处寻觅,但宇宙本身却也在加速膨胀。 如今,科学家们估计宇宙的尺度已经超过了940亿光年,甚至超过了光在宇宙年龄中所能到达的地方。 这样的宇宙,神秘又令人向往。 小朋友们,我们的课程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,但是我们对宇宙的探索永远不会停下,我们在宇宙中的步伐也永远在向前迈进。 时间飞逝,威瓦也不得不跟小朋友们说再见了。 在威瓦离开的时间里,小朋友们也要努力学习,了解更多的知识,去探索未知的宇宙哦。 再见啦。 威瓦、威瓦、RAQ! Kill